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了 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很多話說 其實大陸剛剛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風網 不是風網 剛剛今天發生的 包圍北京城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一公里長 連綿一公里 這是計法輪功之後最大的事 計法輪功之後又一精彩巨軒 有一個組織叫善心會 就是以慈善組織為名 掛這個陽頭 其實就是傳銷盤 又是那些東西 傳銷盤怎樣運作呢 就是你入了會 你只要做一線事 然後就會有人做線事給你 只要你捐獻出來 之後就會有人再捐獻給你 你的捐獻 一定收回來的捐獻 一定比你奉獻出去 即是傳銷 即是馬多夫 馬多夫 馬多夫編局 吸新錢回來就補夠錢 一樣 出資到最後沒有錢補了 即是已經用完了 那就玩完了 那他這次就不是用完了 是因為被湖南省政府定性了 是一個傳銷 所以就抓人 蓋棋 蓋棋 其實我這件事 上個星期我收到消息 上個星期有個朋友 在WhatsApp說 上面有一件事爆了很嚴重 有超過一百萬會員 這件事 這麼厲害 是啊 這件事很厲害 過百萬人 這麼恐怖 那時候我沒有看清楚 這些事真是不知道 我沒有近來去看 我只是看一條題 他就說 過百萬人的大盤爆了 在大陸 接下來一定有大事發生了 這麼說 今天六萬人組織 肖肖地沒有人知道 突然間在北京出現 好像當年法輪功 都是法輪功 即是所謂過萬人包圍 是突然間出現的 突然間出現 早成人年整個中南海包圍 當時號稱十萬人的 其實是兩萬的 但是這次更厲害 這次六萬人 大陸的媒體有些報十萬 就是你知道 人數的東西 好像香港那樣 明報一個數字 蘋果一個數字 是不是 這個蘋果數字 就是建築面積 有實用面積 這次呢 他們報得出來 六萬人呢 說人龍超過一公里 很厲害 是 配合這件事發生 就是 剛剛上個禮拜 大陸開始鋒網 封那些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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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 封那些 VPN 那個人 一地兩檢 這件事我們遲些才討論 一地兩檢 因為呢 一地兩檢 大家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香港人 不會有什麼感覺 對這件事 就是你會吵 是不知道怎麼做好 不是啊 你沒得跟他反駁的 這些事 很難的 你要令到 這個炒不起的議題 我覺得是 是 完全炒不起的議題 因為香港人 不會覺得有些什麼 切身利益的東西 那就最多不踏高鐵 不是啊 不是啊 就算踏高鐵 我不講六四 我不講 劉耀波 我不講劉耀波 我講劉耀強 那就可以了 講回VPN 對 那上個星期 開始封那些叫做個人VPN 那翻牆是有困難的 但是 我也都有些朋友在內地 也都一樣可以翻到牆 他就說 便宜的VPN 就上不了網了 但是貴那些可以啊 那是不是你大陸 共產黨和那些 那些叫做科技公司合作呢 推出一些貴價的VPN 給那些人民去購買 下載使用 封了一些便宜的競爭對手呢 就是保證翻牆成功的 是 是不是這樣呢 可能 但是我問過 其實那天一發 一說禁VPN的時候 已經我問過 問過廣州的網友 他說都還可以啊 不過就要 因為他要選擇多幾個 試多幾次 就是跟他搭地鐵一樣 是 那現在呢 我們最近的view都有點下跌 那是不是關於那些事呢 都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你有沒有留意 現在這個五毛都下不了來留言嗎 我又沒有什麼留意 是啊 都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呢 給不起錢 用不了貴價的VPN 還有呢就是 喂 五毛是國家之助的嘛 應該用國家隊的東西 是不是啊 就是他們是幹部來的嘛 現在相對於大陸的職級 那你是幹部 有特工的嘛 至少一條線 給你上來香港的網頁 罵一下我們也好啊 是不是 這樣怎麼對得住國家的 你五毛沒有 就自己按錢出來打工的 正常就是的 但因為他五毛嘛 五毛也是 就是便宜 不是啊 那些可能是個體戶來的 哦 個體戶來的 可能他們斷條收費的嘛 那些是打散工的 打散工的 就是那些社保都沒有了 哦 體派都難一點點了 那沒有社保是很可憐的 其實有件事我想說 不過我自己到時錄一段 那些 其實每天一萬 因為這陣子 身體一般的 喉嚨又經常不舒服 變成都沒有時間錄了 又工作又忙 那 喂 這單瘋網呢 影響到你們啊 這陣子沒有回大陸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不是啊 我在香港呢 因為呢我又把一卡兩號的公司買 公司出了一些 一卡兩號的 不過中國聯 因為我有個 中二棟 我有個中國聯通 一卡兩號 一向都收得差一點 但是這陣子呢 其實上網有時停了 我停了 我停了 我有個中二棟的一卡兩號 那有一天呢 星期六那天呢 人家找不到我 是打電話不通的 那可能是因為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中二棟突然間斷線的嘛 連電話都收不到的 可能就是那天了 那第二天 現在用得回 現在又 現在又沒有問題 那所以呢 上面封網 其實我呢 其實是覺得 有一種山羽肉來的感覺 突然間這些時間 這麼敏感 在十九大之前 我覺得是有東西的 還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突然間 連這個小鴻圍尼 都說不給用 這個是 可能是 怎樣說呢 去到很極端的了 連紀安都 就是叛虎了 因為剛才我們所說呢 你說呢 其實 有一件事 一開始 我們做過 十九大之前 是有大事的 是啊 我覺得 我認為有一件很大的事 爆出來的 因為呢 那種政治氣氛不尋常 因為呢 由頭到尾都說了 北大河 是沒有會議的 其實呢 胡錦濤那時候呢 已經有很多年 就沒有開 但是現在 都仍然說 北大河 是沒有會議的 但是李鵬 翻山 爬 爬 爬都要爬去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李鵬 一個 就是退了下來二十年的人 他都說 沒有二十年 十幾年 就是爬都要爬去 因為這個時間 要霸位的時間 我問你 你都退下來 下低的人 他退休者 下低的人要繼續生存 我覺得 除了繼續生存 可能呢 其實呢 現在根本上 就已經要到一個講數的階段 為什麼 因為呢 孫政才 下馬了 下馬 孫政才和這個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團派那個那個 胡春華 他們兩個本身就是 陰典了 繼習近平的 接班人 是 孫政才下來了 現在你看看胡春華 小胡 他本身是團派 他是胡錦濤陰典的 是 但是他是團派 現在團派都散了 散了 那我問你了 即是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就是習近平千秋萬世 他自己做了 這些所謂接班人母 第二個 就是現在 傳為黑馬的 最年輕的那個 那個 什麼民意 陳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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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性不好 年紀大 他只是他還有機會 因為他跟習近平 跟出跟入 跟了很多年 現在也都 從重慶開始打出頭 但是 你看到 郭文貴 咬著不放 小熊為離 紀安 我覺得是被人不玩 習近平是被人不玩 是 我也覺得有機會是這樣 即是玩你 按了 一會兒你又說 這些事都這樣 接著又開放 其實就是那幫人 不停在玩你 所以 剛才你想講老蕭 連帶講老蕭 老蕭說的 沒有 只有習派 習派統一天下 沒有對手 不是吧 不是 很大對手 很大對手 就是因為 接下來那個政治氣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 很驚天動地的事 所以最近的政治氣氛 很詭異 你看一下為什麼要玩到 即是你不要說 其實真是有心玩習近平 即是塑造他一個獨裁者 那種角色 其實這兩年來 中宣部 甚至乎那些 即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人 是很有 即是很蓄意 將習近平 塑造一個獨裁者 你看一下 先 先 玩一玩 傳媒勝習 你已經知道 不是 先玩一玩 這個馬化騰 是不是 說禁你 然後股價再創高峰 接著又到這個 黃建林 接著再來馬雲 南華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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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那一段 就說那個 誰貪腐 叫做 《律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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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書》很明顯是習派的 即是習近平 說這些事 包括留下在內 很多事情可以不做出來 放不出來 譬如那些無印籍親友 為什麼做到這樣 既然他可以封了你的親友 所有的口都封了 怎麼會還有風聲流出來 是啊 沒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 習近平是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反彈 這個反彈大到十九大是不知誰死的 這個不是反彈是反撲 是的 你看看王岐山 實在中一段時間再出來 你以為他覺得穩定 好像習近平當年一樣 但是我相信 現在郭文貴咬得這麼死 手頭上拿著的東西這麼多 一路放一路放 十九大你真是不知什麼 不是啊 現在是 即是上面有 早幾個月的消息 就是要拉習近平下來 是因為 整個叫做 那個叫做 利益集團 是覺得 大家找不到吃 這傢伙再繼續下去 我們是會崩潰的 這個政體 因為 但是全中國都是貪污 個個用萬億做單位的貪污 突然間你出來 你要打破了這個平衡 這個呢 打破就記得利益者 應該好像馬來西亞那樣 蘇丹王輪流貪污 就是說每一年 九個蘇丹王 九個蘇丹王 今年你作主 後年那個人作主 輪流你作主 現在他們本身 這個政治局常委都是 今天你賺錢 然後呢 不 每人找一飯 其實就是每人找一飯 就是何水不販 因為以前呢 以前是有分工的 你只看一件事就知道了 近這幾屆來講 有哪一屆的總理是這麼無權的 是呀 這屆最無權的 你想想想 由李鵬 你從李鵬開始計起 一邊落朱鎔基 再落溫家寶 是 喂 他都分享了部分的權力 溫家寶呢 政治上沒有權 但是經濟上有 雖然說 溫總呢 是總經理的總 就不是總理的總 是啊 不過他總經理都有權 現在這個呢 什麼小組啊 什麼小組 做個小組自己做組長 什麼什麼都是 全部都是自己要立立華大選 是 因為你想想 以前呢 就真的叫做 分贓大家 分分一點 所以劉雲三不斷玩弄他 先是人民 即是那個 傳媒姓黨 即是那個 傳媒姓黨 傳媒姓黨有姓集 擺明不玩弄他 不是呀 因為呢 最大問題還多了 就是叫做奇兵 就是 郭文貴 他咬住你王岐山不放 郭文貴很明顯是江派的人 是的 你們呢 現在經常說打貪 你最貪 我用不著聽你說 是的 是不是 因為藉口就是你打貪 貪到全世界都說不好 現在 你更貪過我 你更大 你更有錢 你更有錢 你的人 全部 逢是現在習近平的馬 一隻一隻 臨係十九大之前 律戰書現在又來了 一路上 我告訴你 一個人在這裏爆料 而最大問題就是 他說范冰冰也好 他拿不到真實性 出來的 你吹水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 你回應 吹水最大問題就是 你回應他 就好像那個王岩 是吧 口氣很好 他講的我忘記什麼名字 就是說 口氣很好 他說現在我去美國告你 人家就說了 你就告了 我告就把這件事摊出來說 是 你不告我 即是你身有事 你告我 你就摊出來說 你又不夠膽 終於就流於表面 大哥 現在這麼翻牆 郭文貴和王岐山是最大貢獻 因為再爆下去 真的怕受不了 因為反撲的力量就是 壯壯壯壯壯壯 都即使不是事實都好 都放上來 你回答我 是 是不是 習近平你看到這段時間 銷聲匿跡那樣 近這兩個星期 有沒有幾句公開講話 有沒有去哪裏 沒有 自從在香港走了之後 香港走了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政治氣候 是很容易爆發一件很驚天動地的事 最驚天動地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利益集團 將習近平打倒 現在其實是 有些人開始害怕這件事 所以有些收到風的 包括這個王健林 包括甚至這個王岐山他自己 想辦法賣 推些錢走 包括阿里巴巴 全部最大隻的 全部都想辦法走 走 因為他們就是 即是他們在一個核心裏面 他們知道風險去到哪裏 為了保障自己 就想辦法把這些錢走 至少都拿到那裏 走緊一點 走緊一點 不會是沒有了 一個核心 掉到地上什麼都沒有了 你怎麼知道 我明天就抓了 其實現在真的 現在中共裏面最大風險 就是整個利益集團太龐大 是很容易把你習近平一鋪過 拉下來 雖然你是掌管了黨政軍 但是根本是沒有用的 因為下面你的集團實在太大了 所謂總管黨政軍 但是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根正苗熊 你太子黨 但是太子黨貪了這麼多 他都怕你 要你動他 現在你就是在動他 是啊 他們太子黨在軍隊的勢力 難道被你笑嗎 是啊 還有江派 江派最大的 現在最大的勢力就是江派 你見 所有 做了20年 掌權了20年 下面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他的 而你 你習近平升上來 你習近平升上來的人 個個都未夠了 就是我們當時講過了 你就是一個普通的一粒花 上來做警務處長 是不夠了的嘛 那些警司個個都不服你的嘛 那些三粒花個個都不服你的嘛 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這樣 現在真的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利益存在 現在要看看 究竟合不合得一起去做事 現在其實我最近看過政治氣候 大陸的風網 跟著呢 又小熊維尼這件事 他是把很小的事發到很大 都是你習近平上身 是的 因為像小熊維尼 所以你就要成 你怕郭文貴 你就要封網 是不是 因為你現在經常都說 外資啊 怎樣來啊 除了一些機構 VPM 從來都是私人用得 那你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自己自貿區 廣明網絡是要自由的 是啊 那你上海的自貿區 前海那怎麼辦呢 可以上網呢 是的 你如果封網 人家看不到Google 看不到財經新聞 那些外國 英國 美國的財經新聞 突然間 原來哪一隻暴跌 你又不知道 你又不被人沽先 喂 這些資訊不能封鎖 你要做生意 做全世界的生意 我告訴你 現在上課 不要說刀光劍影 即是不敢說刀光劍影 但是講數已經攤了牌 講數一定講的 不是啊 現在攤了牌 我覺得是刀光劍影的 其實小熊維尼這件事 很明顯看得出 上面是那個叫聲風協議的前夕來的 喂 嚴格來說 已經是上綱上線的了 以前都沒有試過這樣 以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封江澤民 就是 全江澤民死訊 就不准搜尋蝦 有隻先帝 有隻 很好笑 那時候看些東西 什麼復活都不准 是嗎 現在的敏感詞 多到真是 喂 敏感詞就是正常查到 好像一個兩制都快變敏感詞 你又不敢說 正常的東西都查不到 是啊 所以我說 那天在網上 看到你寫 說中國有大事 大事 有大事發生 就是 我覺得今年有機會 如果你真是 真是讓我們看到那種 聞到那種政治氣氛 習近平過不了今年的有機會 現在那種氣氛 不是啊 這種氣氛很詭異 我是感覺到那種不安 真的嗎 我也有 但是問題就是 我猜共產黨 都會變回集體領導制 未必會讓你一個人再 但是習近平就很不想 他不想就沒用 因為現在整個下面的人都不想 這樣做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他不殺孫正才還可以好些 現在 他出手就是拔孫正才 他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出現 就是說 他一定是想再做多一屆的了 他不是想再做多一屆 這樣簡單 我可以做多一屆 我覺得廢迷胡春華 都很大機會 但是跟著的問題 跟著的問題就出現了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那郭文貴這個作用就很大了 因為他堆壞了王岐山的話 你就繼續做下去都沒有用 你還有什麼人 那他可以再提拔其他人 也不可以這樣說 王岐山的作用 只不過說他夠膽做而已 不止的 王岐山還有一件事情 王岐山是過線的 他是姚依陵的女婿 他是超過年齡的 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要先打破以前的舊例 七上八落 那次要搞橋石才故意作出來 是的 從來都沒有這件事 是的 特意作出來 但問題就是 他一定要先將這件事打爛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但是如果這件事 被郭文貴玩 這件事真的玩殘了 其實郭文貴很明顯就是 江澤民派系 重點用來追擊這個王岐山 如果你王岐山玩殘了的話 他可不可以破例呢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那個例是他定出來的 其實有什麼例呢 共產黨最厲害的 那個叫做什麼 搬龍門 對 搬龍門 任我寫的 人大釋法都可以 隨時要解釋完結 你拿到權就可以 你拿完權就可以 你拿完權就可以 現在你的權鬥得這麼厲害 你行不行呢 是嗎 這個是問題 那更加不用你七上八落 王岐山 因為既然權鬥 我鬥倒你就可以了 根本上從頭到尾都不用講規矩 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會發生不講規矩 因為你去到 其實小學位 你反而充分顯示到 那種上崗上線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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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風雨前夕 那種感覺 我覺得 你現在這樣說 你好像當年 這個 黑魯曉夫 怎麼奪權 你好像在說 現在問題 甚至乎 是華國鋒 怎麼會突然間 被人由黨政軍領導人 一時拉下來 然後變成鄧小平 然後下面 他不用一個人上來 做總書記 他可以分散了 但是 都是他的人 都是他的人 其實現在我覺得 有機會 習近平是成為第二個華國鋒 因為習權也太重要 這個有點像誰呢 就是 以前那個貝利亞 不是貝利亞 就是當年 史太林之後 其實不是黑魯曉夫 是貝利亞 但結果這個貝利亞 怎麼出事的呢 就是 大家開會 沒有帶武器 沒有什麼 結果是黑魯曉夫 加上整班政治局 那幫人 整班是徒手肉搏 整班一齊掩上去 在貝利亞 扎著他 然後據傳聞說 是最後怎樣弄死他呢 是黑魯曉夫 脫了皮帶出去 勒死他的 嘩 真是學功夫 因為 因為 因為不想帶槍 結果用皮帶搞定 那次是 那個說法是 因為 共產黨的傳統 就是 毛澤東 他有他的歷史 鄧小平 三起三落 接著大家 聊天數協調了江澤民 是不是 接著 就格代音 江澤民 當時是一個緊急的 一個 一個 什麼意思 由上海調到北京 說大家都要協調 大家聊天數 其實 八佬裏面 陳雲 好像陳雲介紹他上去 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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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江上青是他的兄弟 接著 就格代音點 變了溫家寶 胡錦濤 胡錦濤 胡錦濤就是鄧小平格代音點 但是現在習近平 他除了是太子黨之後 如果是江澤民拘捕你上來 那現在就跟你發面 你沒有了一個靠山 第二 太子黨 已經是成為了全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 就是太子黨 現在你反貪 即是反太子黨 即是說 你兩隻腳而已 一隻腳跟你反了面 現在你在做它 第二隻 然後消滅了胡錦濤 因為團派要起來 第三 最金融體系就是太子黨 現在你清算金融體系 即是在清算太子黨 你有什麼本事 將三台大山搬去呢 他的後台 當時都是捧你出來的 為什麼江澤民捧你呢 後面還有一個曾慶紅 他本身兩個都是一個團伙 就是 當時為什麼捧他出來呢 當時的說法就是 原本呢 胡錦濤是想做 想點的接班人 就是 李一強 李一強 然後就是李元朝做總理 但是呢 為了老江 唯一頂住 就找一個 他自己的江系 那些人 就花 不底花 那時候 就找一個太子黨出來 全是黃谷的 但黃谷呢 因為自己名聲太臭 在上海 不可以的 個個都看不起黃谷這個人 結果呢 上海幫就不找了 他就找了一個太子黨出來 其實老江自己都是半個太子黨 所以他找到了 其實不是 因為曾慶紅是太子黨黨魁 也是 所以由曾慶紅那邊去找的這條線 所有的 他想不到會反他 反他骨 可以這樣說 共產黨的傳統 他要先鬥醜一個人 先講權色交易 放上台 造成了輿論 其實現在搞習近平也是一樣 習近平搞人也是一樣 現在反過來 現在搞王岐山搞習近平 也是由他身邊的英俊 永遠都是 是啊 三大招數 他一定是不干子 一定是不干子先揮動 然後造成一個輿論 定了吊 這叫扔石頭 挖長巾 現在反過來 對方的人 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共產黨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 大家都是派系 都是那種招數 所以很快 我們時間到 本來想講一下老蕭退休 沒有時間講了 我們 說真的 我真的感覺到 今年有機會發生一場政變的大陸 很危險 因為剛才我們本來想講 Tony想講老蕭 其實都有一些點提 但是我主導了這個話題 因為其實這個話題 早兩天 Tony說 他跟我說 在網上跟我說 有否覺得中國會有大事發生 其實我都感覺到是這樣 因為你零零些些 覺得他每天都好像有些少少事發生 但每一件事是有關聯的 有關聯的 還有呢 是上功上善得很緊要的 即是呢 那些人覺得 可以當笑話 其實不是笑話來的 中共會做一件事 都有政治目的 每一句話都會有政治含意的 是的 李小鴻維尼這件事 這件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含意來的 因為你記住中國 即是大陸這樣說 共產黨治下 是一個犯政治的社會 所以 那些人說 什麼非 香港什麼太政治化 麻煩你看看大陸 大陸 你真是 那些有 最講不政治化的人 每個人都最講政治的 大陸的運動都是政治來的 莫斯科 84年奧運會 你就杯葛 中共就杯葛 不敢去參加 80 80那件事 84年是洛杉磯 80在莫斯科 你就杯葛 為何你杯葛 體育和政治 為何要黏在一起 為何你要杯葛 你和蘇聯不肯 那時候的理由就是 蘇聯打了富汗 那時候是 撥裂日列夫 是嗎 是 布里茲尼夫 布里茲尼夫 也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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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打阿富汗 79年出發阿富汗 79年出發阿富汗 結果被人杯葛 最後說幾句 我就不希望他亂 我希望他談好 將權力再重新分配 變成分餅製 如果不是 如果上高這麼嚴重 第一個仆街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所有的金融體 和太子黨 和所有人都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大陸都不想香港死 其實 不是大陸死不死 現在他都不知道誰死 如果他想死 他幾乎他不想 所有人都在那裡 善救他 因為你看看七一下來 那麼大陣仗 而在中國的地方 香港是要調酒店 每一件事 是啊 調酒店也是一個政治信息 真是怕暗殺 絕對是 每一件事 都是 有一個邏輯性 一步一步 他下來 跟著 所有省市的間諜 或者國安要全部走 要用他自己的人 跟著寧願用香港警方來保護他 是的 他不相信 不相信 然後酒店要突然間換 每一件事都是 你說得對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著墨 重點說這件事 換酒店是很嚴重的事 因為他當時說要註军月 國安已經是地資式搜索 全層 甚至封了不去做生意 军月是說得明 是不讓军月接客的 只是服侍他一個人 以及他隨行的人 但是突然間換了那間叫做萬利 萬利海景 兩間都是 這個叫做誰 鄭雨彤的 兩間都是 不過同一個建築物 一個左一個右 在中間是會展 旁邊兩塊東西來的 萬利 萬利便宜一點 軍月是貴很多的 軍月貴很多 軍月是六星級酒店來的 他自稱六星級酒店 平均一間房最超級二三千元 二千多三千元 萬利是輕鬆一點的 便宜一半的 那個級數差很遠的 根本就是完全部署了所有的人 他是不相信幫他安排的國安系統 到最後突然間決定要住那間 那就馬上做事了 所以呢 換酒店這間店 就算不是防止暗殺 都是避免被人偷聽 這件事呢 即是我希望 即是 即是 即是怎樣都好 希望真的拆得怎樣 大家講得怎樣 那就變成 大陸能夠平穩 香港就穩 而他亦都沒有餘力再搞香港 是 寧願香港可以走多一點點 是 如果不是 就真的不知道怎樣 因為 如果 習近平硬著陸 斷崖式 就是老蕭話頭 斷崖式就不會的了 就算今次政變 發生政變 都不會 因為呢 他們解決習近平 是想賺錢而已 他們不會因為要搞習近平 而堆壞整個經濟 因為呢 整個經濟會繼續運行 不過要斬手 是 最重要是斬了他 斬了他的手 已經是下跌 已經沒有人會反抗的了 因為根本上 你都不夠人 不是 他 像Tony說的 那班 整班都是一顆花 兩顆花 是呀 全部都是一顆花 最多是高級督察 雞仔 連兩顆半都不是 而且根本上 都不夠意志 因為很多東西 真的要夠意志 他們本身的人 都不夠意志 因為你自己上告 真的在貪 我和你 只不過給你利用 我們要千里為官 只為財 就是打擊對手 是 不停在做 如果一氣喊投降 說明你了 明天 多給你一碗飯 你吃 即時轉光了 最重要是你上課 偷死 看看勢如何 如果見到勢不妥 那些人會懂得做 各位 今天到此為止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要上飛機一早 要說什麼就留待 期待Tony Choy的每日一晚 再見 再見